两性关系中 男女是不是动情了 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肢体上的轻易 毕竟爱不爱 言语可能说谎 但身体永远是最诚实的 假装不了 如果男女是真心发展关系 他们见到对方的时候 会情不自禁地靠近 忍不住相拥 这是最直接的反应 再者情到深处 情到深处 男女也无法控制情感 但凡有合适的机会 都有可能让关系亲密 在约会的浪漫氛围中 牵手往往是最初的 也是最直接的本能反应 比如当男女出去后 双方坐在咖啡馆的角落 或者漫步在公园的小镜上 他们的目光交汇 心中的情感悄然生疼 此时男方可能会轻轻伸出手 而女方则会带着一丝羞涩和期待 将自己的手放入男方的掌心 牵手的瞬间 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两人之间流淌 必定会加深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 肢体接触 不仅传递了彼此之间的情感 更让双方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亲密和温暖 他们牵手时 可能都会感受到 对方掌心的温度 那种微尿的触感 仿佛在诉说着彼此心中的故事 感情自然会更加融洽 再者男女牵手 男女牵手 不仅象征着一种承诺和责任 更是双方愿意共同走过未来的象征 牵手以后 他们可能会想象着未来的日子 一起经历风雨 一起分享喜悦 彼此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更强烈 自然爱得更深刻 男女若是真心相爱 她能久别重逢 或者在特殊的场合下相遇 拥抱往往是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 无论是热烈的拥抱 还是轻轻的相拥 彼此都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热情和关爱 而且拥抱时拥抱时 双方贴在一起 心与心的距离更近 仿佛要融为一体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 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 让彼此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 可以说拥抱不仅让彼此的心灵 得到了慰藉和放松 也找到了爱的浪漫与甜蜜 非常真挚 再者拥抱能够让男女双方 忘记所有的烦恼和疲惫 只专注于眼前的幸福和美好 非拥抱了瞬间 再拥抱了瞬间 他们可能会感到一种前所必有的安心和满足 仿佛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 这会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珍贵和难忘 接吻是最能表达爱意的方式 也是男女相互深爱的证明 真心相爱的男女 只要单独相处时 都可能情不自禁地想接吻 他们在接吻的瞬间 心与心交融 有轻易的的举动中 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 仿佛要将彼此的灵魂都融入对方的身体里 可见接吻不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 在接吻时 在接吻时 男女都会感受到对方的情感和温度 那种亲密的接触 会让彼此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 而且接吻时 接吻时 他们可能会闭上眼睛 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美妙的瞬间中 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感情更加真切 在这男女真正动情后 他们也会无比信任对方 关系必定会更加亲近 这也使得双方没有了顾虑 所以男女都会渴望接吻 也会在这个过程中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密和信任 让感情更加融洽 关系更加坚固 约会时 牵手 见面时 牵面 拥抱 单独 相处 接吻 其实 接吻 其实 男女走入爱情以后 只要交付真心 他们必定会出现这种身体的本能反应 非常真实而深情 这些轻易的举动 不仅传递了最真挚的情感 而且会让彼此的心灵 得到了深入的交流和融合 也因此 他们的爱情 会变得更加美好和珍贵 只要彼此真心一代 不离不弃 相信会收获美好而甜蜜的爱情 希望现实中的男女 都能遇见真爱 与心爱之人携手 必定会走入幸福的未来 两性交往 男人还是要多观察女人的真心 若是发现他们对感情三心二意 就别留恋 毕竟女人不是真心爱你 她除了消耗你的情感一钱财以外 无法带给你真正的爱与欢喜 而且女人没有真心 只是假装和你谈情说爱 她也不会顾及你的感受 更不会关心你 反而会成为你的负类 如果你盲目去爱 不断地卑雷讨好 最终都将落得人才两世的下场 女人只要不爱 就不会付出 永远给不了你想爱的爱情 等到你没价值了 她们必定会绝情地离开 两性关系中 如果女人经常要求你付出 但她却不肯为你付出 只会无底线消耗你的钱财 多半是假爱 这种女人跟你谈情说爱 不过是借爱情的名义 向你索取 非常有心情 她们不会动真情 也不会关心你 除了想让你花钱以外 几乎会对你若即若离 如果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 她们有消费需求了 就会假装很深情地来找你 处心积虑讨你的欢心 不过一旦你为她们付出了 满足了她们的消费需求后 她们就不想理你了 就算你主动联系 她们也没有热情 而是处处对你冷淡 完全不在乎你 感情浅得特别虚假 沈先生之前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一心想跟她结婚 还提前计划两个人的未来 可是在恋爱期间 沈先生渐渐发现 女朋友并不在乎她 反而时常跟她疏远 有时候女朋友想买包包和裙子 就会主动过来 对她特别温柔体贴 让她无法拒绝 可是沈先生带女朋友 买完她想要的东西以后 她就没有当初的热情了 换之而来的是冷漠和疏离 这时深深给她发消息 或者想约她出去 她就会找很多借口拒绝 根本不想和沈先生在一起 但是过不了多久 女朋友又会过来 重新对她温柔和深情 然后提出很多消费的需求 甚至还要求沈先生发红包 沈先生即便全部答应了她的要求 但她过后又冷淡了 关系一直忽冷忽热 最终沈先生渐渐看清楚了 女朋友的真面目 发现她并不是真爱 而是想得到更多的钱财和物质 不得不忍从分手了 所以给女人没有真心 而是打着爱情的名义 不断地消耗你的钱财 男女遇到就要远离 避免将来人才两失 两性关系中 女人若是跟你恋爱的同时 还交往了别的异性 说明她是假爱 这种女人 一边和你谈情说爱 一边和别的异性暧昧不清 感情非常放纵 很难用情专一 他们的感情并不可靠 反而很随便 喜欢和别的异性打情骂俏 贪图立主虚空的浪漫 即便和你在一起 他们也会经常出去和别的异性见面 表面上是朋友 实际上就是玩暧昧 如果你提出质疑 他们还会反驳你 说自己有交朋友的自由和权利 反过来对你倒打一耙 也因此他们可能交往了很多的异性朋友 甚至还有男闺蜜 感情变得特别不纯粹 他们暂时和你在一起 但等到遇到了更好的男人 或许就会离开 感情自私而绝情 以前认识一个女同事林小姐 她对感情比较随便 经常和异性纠缠不清 关系非常暧昧 也因此她交往了一个男闺蜜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打情骂俏 还单独出去约会 关系非常清静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林小姐都会跟男闺蜜倾诉心事 还会把她当成依靠 不是靠她肩膀上 就是跟她相拥 寻求安慰 后来林小姐交了一个男朋友 也没有和男闺蜜 断掉关系 依然保持着联系 恋爱以后 林小姐总是趁男朋友上班 和男闺蜜出去约会 感情显得廉价 一点都不坚真 而且男朋友渐渐发现 她和男闺蜜关系不正常时 就对她提出质疑 她却怪男朋友不相信她 还表现得无理取闹 处处责怪男朋友 最终男朋友彻底心寒 觉得女朋友不是真爱 便停止付出 果断结束了关系 所以一个女人不爱你 或者是假装和你谈情说爱 就难以做到忠诚专一 他们经常和别的异性暧昧不清 完全无视你 男人遇到就要远离 两性关系中 女人若是真心爱你 她肯定会找机会 带你见家人和朋友 让你尽快融入到她的圈子当中 不过如果女人只是假装爱你 并不想和你走入未来 她就不会让你接触她的私人圈子 这种女人 会有意隐瞒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从来不会对别人说起 表现得格外谨慎 一方面他们不想别人知道你的存在 无非就是为将来离开你做打算 免得你去纠缠不休 另一方面 他们没有动真情 只想得到你的情感安慰 让你为他们提供情绪价值 一旦对你厌烦了 随时可以离开你 不管你为他付出多少 表现得多么深情 他们都不会感动 而是一直当你是个备胎 玩玩而已 退一步讲 就算你主动要求见他的家人和朋友 他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你 根本不会给你机会 所以男人跟女人交往 发现他不让你走进他的生活 拒绝让你见他的家人和朋友 你就该明白 他并不爱你 多半只是把你当情感陪伴 过后必定离开 经常要求你付出 消耗你的钱财和你恋爱时 却交往了别的异性 不让你见他的家人和朋友 隐瞒恋爱关系 由此可见 女人对你是不是真爱 从这些日常的表现就能判断出来 这就提醒男人 千万别盲目去爱 但凡发现女人不是真心 就要学会放手 及时止损 无论什么时候 对于不值得的人 都不要留恋 果断远离 才能避免将来受到伤害 希望现实中的男女 都能交付真心 认真去爱 这样才能收获幸福的爱情 女人在感情里 通常比较被动 即便遇到了喜欢的男人 也不敢主动出击 也因此很多女人放不开自己 不懂得给男人一定的爱事 这也导致错过了许多缘分 非常可惜 其实女人喜欢一个男人 不需要过于矜持 当你认定对方是理想的对象时 不妨大胆一点 主动争取想要的爱情 毕竟爱情不是等来的 如果你对男人 没有给予明确的追求爱事 他们无法读懂你的心思 很容易彼此错过 这就需要女人调整心态 在感情里掌握一定的主动 敢于向心爱的男人 发出追求的信号 女人遇见喜欢的男人时 不要太被动 也不要太矜持 而是要大胆一点 在交往的时候 不妨主动和男人接触 都跟他们互动 这样才能让加深彼此的认识和了解 有利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你和男人一起工作 可以讨论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 增强互动 等到关系熟悉了 再慢慢聊情感方面的话题 或者你可以和男人聊彼此的兴趣爱好 寻求更多的共同话题 加深两个人的了解 再比如增加和男人交流的机会和次数 认真倾听他们的观点 即使回应他们的询问 都能加深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多微笑 多点头用这种肢体语言 向他传递出友好和亲近的信号 此外你和男人有共同的聚会时 还可以主动坐在他旁边 或者在共同的朋友圈中积极参与讨论 以便更多地与他接触 当你不断地出现在男人眼前 必定会吸引他的关注 只要他对你有益 自然会主动追求 从而开启恋爱关系